哈喽,大家好,我是爱球哥 领航员在东抄手战大胜韩国KBL亚军 菲律宾球迷还在东抄脸书上大赞他们的防守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领航员如何用防守转换成德分的关键瞬间 水源音速弹用了一系列假动作 想让二号绕过三道掩护到侧翼投篮 但卢俊祥早就看穿,锁身紧追,快速穿过掩护 完美阻挡了传球路径,破坏了整个战术 如果他稍慢,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战术失败后,射手改用挡拆进攻 但领航员的五号位防守者主动前压持球者 极大压缩了进攻空间 如果他退守,射手只要有一丝空挡就可能轻松出手命中 与此同时,路边的斜防者也提前轮转 封锁了顺下者的传球路径,让水源无法找到任何突破口 最终,水源只能在剩下三秒时,从中却勉强出手 这场比赛,林航员的防守将水源的三分命重力压到只有两成 塔米诺斯赛后提到,水源的侧翼很高大 这或许是领航员用飞铺防守来干扰他们三分球的原因 这些防守细节就是胜负的关键 我是爱球哥,我们下次见